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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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这样说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义处不求自己的义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让我们一同祷告 神爱的天父 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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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在这个疫情仍然严重的时候 仍然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和平安喜乐的心 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把一切感恩颂赞献给天上的父神 我们这样简短祷告 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爱是恒久人 乃有幽恩赐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知 怕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我求自己的处 不轻易烦恶 不计算人家的我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孝心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要人来 爱是永不知 爱是恒久人 乃有幽恩赐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知 怕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依族 不轻易烦恶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孝心 凡是盼望 凡是人爱 凡是要人来 爱是永不知 心 我今天为你祝福 我今天为你祝福 耶和华比天天堂固 你在家在外 你祝你一路 耶和华比一路保护 你当初去恐惧的心 因为这故事从上来 你当初去恐惧的心 因为这故事从上来 你当初去恐惧的心 因为这故事从上来 我愿意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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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阿富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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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起你任何苦恼 你被天不是爱 你oming华女佛 你被蜘蜘蜘�� 我被蜘蜘� flown 你被蜘蜘蛛 你被蜘蜘let 你被蜘蜘蛛 因为他能彼得保住 联系人彼得恩有不良 因为他能彼不连去 心心彼得恩有不良 因为他能彼得坚持 联系人彼得恩有不良 因为他能彼得坚持 为一生命彼得恩有不良 因为他能彼得恩有不良 联系人彼得恩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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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彼是坚持 海洞的恩有不良 因为他能彼得恩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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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世的平安 与世的美恨 因为光 与世的美恨 与世的美恨 因为光 与世的美恨 与世的美恨 为你 兄弟 多年永远 与世的美恨 因为 天不是 他的命 与世的美恨 因为光 与世的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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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到三一真实面前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想能力的穷餐 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坐在荣耀宝座上的圣父圣子 只剩您三位一体真神 我们要来颂赞你 要来感谢你 要来敬拜你 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崇 敬拜和赞美 今天是家庭组织的崇拜 恩主 我们首相来感谢你 在创造人类的始祖亚丹夏娃的时候 就为我们设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也赐给我们能够繁衍后代的一个美好的家庭的环境 恩主你的心意 是赐给我们这个充满爱的婚姻和家庭 来培育尽强的后代 但我们也知道 因着始祖亚丹的堕落 最进入了这个世界 无论是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都面临经历着许多的挑战 许多的危机 恩主求你借着今天真牧师的信息的分享 借着你话语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明白 婚姻和家庭的危机和挑战 没有后门可以解决 只有天梯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借着恩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 借着耶稣基督实价的救赎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重整我们的婚姻的关系 能够重新来塑造我们家庭 这个充满爱的这么一个环境 来帮助我们 能够理顺我们的亲子关系 理顺我们孝敬父母 我们处理姻亲关系 各方面的挑战 恩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 带入我们的婚姻里面 把耶稣基督的爱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 求你就借着我们的生命 借着你赐给我们这个 跟世人不一样的婚姻 不一样的家庭 为你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 让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到 也让周围的亲友周围的世人同样看到 有耶稣基督在其中的婚姻和家庭 就是不一样 因为只要有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够经历 你赐给我们的那种爱 那种接纳 那种彼此的光顾 彼此的扶持 无论我们在外面 经历什么样的疯难 我们都可以回到婚姻里面 回到家庭里面 享受你赐给我们的那种安宁 那种安息 恩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延望你 求你就来预备 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 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领受你的 话语的教导 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婚姻 用我们的家庭 能够来回应 恩主我们也把众弟兄姐妹 在疫情中的健康和平安 恭敬仰望 求你自己来眷顾我们 无论在家 无论出外 都有你自己的恩典 的保守和看顾 现在是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期间 求恩主你同样借着这新年的节期 那我们在跟亲友问候的一个当中 也能够把你美好的福音 传给他们 向他们 能够来传讲你在我们生命中 在我们家庭中 在我们婚姻中 你美好的一个作为 让更多的人 也能够因着我们的见证 因着我们的生命 得以认识你 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恩典 天父母妹把弟兄姐妹们 今天和这个星期里面 奉献在你面前的 求你自己来遇纳 让我们借着财物 借着粗俗的果汁 能够来尊荣耶和华神 你 因为今天我们手里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的恩典 都是你自己的恩赐 让我们在奉献的同时 我们能够牢牢记住 你赐给我们的恩惠 你的慈爱 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赞美你 我们把今天的崇拜 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 求你就借着我们 从心底里 向你献上的颂赞 献上的感恩 献上的敬拜 让你的心得到满足 那里的灵得到荣耀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下面我为大家 诵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在 创世纪第三章 一到十五节和二十一节 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开始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圆中所有树上的果汁吗 女人对蛇说 圆中树上的果汁我们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颗树上的果汁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练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 见那棵树的果汁 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汁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练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了连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缠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便缠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的我丰富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汁吗 那人说 你所吃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汁给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胜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扇你的头 你要扇他的脚跟 二十一节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纸做衣服给他们穿 今天的经据在传道书四章十二节 让我们一起诵读两遍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传道书四章十二节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传道书四章十二节 感谢神的脸今天有曾将为牧师要来到我们的中间 来跟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曾牧师他是在中国出生成长 他来到移民到加拿大以后 在2001年信主 他从2011年神学毕业以后 在多伦多的负载民宣道会 牧会 牧会的七年的时间 一直到2018年 从2018年开始 他就担任了加兴协会的加拿大分会的总干事 一直到今天 曾牧师一直在各个不同的教会 在教导带领这个夫妻关系的营会 也帮助我们能够按照神自己的话语的教导 能够建立门神悦纳的夫妻关系 也是敬前的一个门神 跟寄纳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很感恩今天让他来到我们的中间 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曾牧师 卖进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您默认的邀请 让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欢迎 这个周末很特别 首先它是接庭日 也是西方的情人节 还是中国农历新年 三节合一 我也愿神在新的一年里面 将三倍的祝福临到在座的平位 因应皆挺日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 《婚姻的危机与得胜》 有一对夫妇 他们很爱主 他们对于某个落后国家的人 十分的有负担 他们放弃了他们好的工作 到审学园里面读书好几年的装备 然后在教会里面实习中医 他们能够踏上圣教的道路 他们离开北美十分舒服的生活环境 带着爱去到那个国家里面生活 异国他乡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他们要适应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语言 他们像异教徒来传福音也真好不容易 常常被别人拒绝 不过这一些还不是最困难的 最让这对夫妇痛苦的 是身边的这一个人 他们两夫妻都很爱主 为主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但是就是不能够和对方好好的相处 他们常常吵闹冷战 这些都成了生活当中的街场便饭 有一天 牧师的肚子痛 痛到在地上滚 于是他就望着师母 在哀求师母说 能够无人麻烦你 你帮我去救护之后 那一段时间 他们正在冷战里面 师母站在那里冷冷地说 你的神不是很厉害吗 你可以求祂 让祂亲自来救你 牧师无奈之泄 一泻一泻一泻地爬出去 他在街边 积了一辆的计程车 到医院一检查 是急性盲肠炎 当然马上就开刀做手术 第二天的早上 牧师在朦胧当中醒来 见到师母站在这个病房的门口 心里面好高兴 心里面想 哎呀师母终于回心转意来看我 师母站在病房的门口 对着牧师说 哦原来你还没有死啊 牧师好像前天霹雳一样 马上崩溃 他再也没有办法服侍下去 他从医院回来以后 他就跟采会分享实际的情况 采会尽快地就将他们调回去 调回来北美来疗伤 我不知道 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爱主的夫妇 他们没有办法拥有幸福的婚姻 或者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见到我们身边 有一些的可能 你也是有一些的朋友 你个别的跟丈夫跟太太来交流 来跟他们相处 哎呀他们都是好人的不得了的好人 但是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办法组成好的婚姻 贵律生姐妹们 哥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一个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两个好人 却无法组成好婚姻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特别现在在疫情 在疫情当中 有一种的情况 就是街暴 越来越严重 所以有专家说 这个街暴 他们就用来称呼这做亲密的恐怖主义 在这里列举了一些的数据 基本上你会发现 在任何一个的国家 在世界上每一个的国家 西班牙 法国 加拿大 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多数 其实街暴的案件 都在疫情当中 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 从亚当谢娃的经历的里面 我们来找出究竟在婚姻当中 有哪一些的危机 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一些的危机 所以我们回到圣经 圣经是我们美满婚姻的说明书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是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五节 还有二十一节 在这些的经文里面 如果我们还记得 你读过创世纪的话 你还记得其实亚当谢娃 他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 就记录了神 用尘土就创造了亚当 以后他就让亚当沉睡 以后用他的肋骨创造了谢娃 哇一声的进展 当然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说 不过我相信亚当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 因为当时亚当马上就写了一首奇事 其中就有那么一句 这是我股中的股 股中的股 股中的股 当时亚当真是爱些娃 爱得神昏颠倒 我想每个情境 在爱情当中的年轻男女 何成不是这样子 我不在在座当中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朋友 当你们两夫妻在刚刚认识 刚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 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刻 跟着我们就看着 《创世纪》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这一个的第三章 我们就看见 蛇在引诱亚当谢娃犯罪 这个时候谢娃吃了禁锅 他将禁锅给亚当 亚当问也不问 他就吃掉了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留意到 他们的夫妻关系 已经有了一些的改变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谢读 当神质问亚当的时候 我们就听见亚当在说 都是你啦 都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 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 他不好 你看见吗 这个是亚当他在干 他在干什么呢 他开始推设责任 当年的爱人 爱得神魂颠倒的时候 什么时候变成了今天的怨后 彼此的指责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如果你已经离婚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亚当谢娃的身上 你看见了好像人生当中 一些熟悉的片段 当我们在婚姿 当我们在婚姻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看见可能某一个阶段 可能某个时刻 我们也成了亚当谢娃这样的一个的情况 究竟在婚姻当中 有哪一些的危机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的问题 究竟蛇 他是谁 这一段的经文他告诉我们 蛇是搅活的 他以谎言引诱了谢娃 另外呢 他也告诉我们蛇是古老的 他甚至知道当初神对亚当所说的话 而且蛇跟他的后裔是连成一线的 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讲到女人的后裔的对手 不仅仅是蛇的后裔 他也是蛇自己本身 在《创世纪》三章14到15节 耶和活神对蛇说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他在后面继续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你会发现吗 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而且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不是蛇的后裔的头 是要伤蛇的头 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 所以你发现在制作的经文里面 蛇还有跟他的后裔是连成一线的 当我们继续往下面读 在圣经里面 我们一直一直读到最后一件书 《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就谎言大悟 因为《启示录》里面 十二十章的第二节 他就讲到他捉住那龙 那个他如果看上文就是讲到一位天使 捉住了那龙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所以这位蛇 他就是魔鬼 他就是撒旦 所以他的后裔都是他的楼罗 就是魔鬼 撒旦的这一些的楼罗 我们看看 这一个的蛇 魔鬼撒旦 他想尽一切的办法 他就是要引诱人离开神 各位弟兄姐妹 朋友 这个世界既然有神就有魔鬼 所以他是真实存在的 他想尽一切方法 就是引诱人让人离开神 这个是婚姻的第一个的危机 就是魔鬼的引诱 究竟他有哪一些方面的引诱呢 首先第一个方面 魔鬼引诱人怀疑神的话 在这段经文里面 魔鬼就跟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你看他讲的很巧妙的 他说神岂是真说 然后根治呢 他在后面他又继续讲 他说神 蛇对你的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如果用原文 你直接翻译 就说你们不是 你们不是一定死的 你看蛇真的很巧妙 他就是将神的祸 全都是用这种疑问 用这种反问的方式 让这一个的祸 他去怀疑 他去想 神岂是真说 你们不是一定死的 所以在我们这一个的蛇跟女人的对话里面 我看见蛇魔鬼 他就是要引诱女人 要怀疑神的祸 我们看看 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 来怀疑神的祸 当我们打开以弗所书 我们曾经在你们当中讲过以弗所书 五章的二十一到三十圣节 讲到丈夫又哀妻子 又为妻子舍命 我不知道 丈夫听到自己自己经文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做到呢 神真的这样子说过吗 妻子要顺服丈夫 我不知道姐妹你会不会想 哎呀你看我老公啊 他又不读经又不祷告 也从来不办法做接护 他连我的生日都不记得啊 这样的老公你用我顺服他 神你说笑吧 这怎么可能呢 你知道魔鬼撒旦就是常常的 向我们散播这样的谎言 要我们怀疑神的话语 因为他知道 当我们怀疑的时候 我们歇一步 我们就会很挣扎 我要不要遵从神的话语呢 然后再歇一步呢 因为我们不愿意遵从神的话语 就带来了我们更加糟糕的婚姻 然后根治 这个就产生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所以第一个方面 蛇就是让我们怀疑神的怀疑 第二个方面的引诱 他就是引诱人怀疑神的爱 你看 在这里蛇要对人说 神奇事真说不许 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竹 你看见吗 事实上神非常的大方 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所有的 除了就是这一棵树上面的果子 所以你看 蛇直接的就将神的这种大方 就变成了小气了 神奇事真说不许 你看 哎呀神真的太小气了 你看吗 哎呀他连这棵树上面的果子 都不给你们吃 然后根治蛇要继续的也跟女人说 因为神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神这么小气啊 因为神知道啊 你们吃了这个对你们有好处 所以他不想你们有好处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由神能知道善恶 你看蛇多狡猾 他引诱你人去怀疑 哎呀神真的爱我吗 你看他爱我 为什么连这一棵树上的果树 这一树上的果子都不让我吃 然后那时还进一步就说 哎呀当然啦 神不想你吃 因为这个果子非常好 当我们怀疑神的爱的时候 各位弟兄 整个朋友会参生怎么样的问题 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婚姻 每个婚姻 包括我自己的婚姻 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时候有些问题可能大一点 有时候有些问题可能小一点 你知道魔鬼撒旦 常常就是利用这一些的问题 这一些可能在我们夫妻之间 有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 以这些问题相处的 但是魔鬼撒旦就利用这些问题来引诱人 他就像放大了这些的问题 然后他将我们自己的痛苦也放大了 让人感觉 哎呀我真是世界上最凄凉的人 我怎么借给这样的老公 我怎么娶了这样的老婆 然后魔鬼就抛出一个问题 神不是说爱你吗 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么痛苦的婚姻 这怎么算是爱呢 魔鬼撒旦就特别的使用这些 不如意的婚姻的一些的问题 他引诱人去怀疑神的爱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魔鬼的方言 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 我们对自己的婚姻也失去了信心 我们也失去了盼望 最终最终我们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所以第二个方面的引诱 十二引诱人怀疑神的爱 第三方面的引诱 十二引诱人至高至大 他说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能知道善恶 那个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 好像神一样 哇 好棒哦 我能够好像神一样 掌控一切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心中有这种至高至大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比配偶更聪明 所以配偶你一定要亲我 我们很想控制自己的配偶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还会多一种的至高至大 我们叫做属灵的骄傲 魔鬼有时候特别会迷惑一些有追求的基督徒 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世人皆罪我独行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 其实很危险 我们很容易会好像以利亚一样 以利亚怎么样 他以为全世界只有他对耶和活忠诚 事实上神告诉他说 我在以色列地留下了七千人 各位弟兄姐妹们 是七千人呢 不是七个人呢 以利亚一个都看不见 你看嘛 他当时是何等的至高至大 其实夫妻有时候也容易如此 我们平时看见的都是对方不好的地方 我们很容易就认为 你不熟灵你不爱主呢 自己呢这样就感觉良好 更熟灵更爱主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太太比较有追求 后来神有怜悯在我身上 我就慢慢的热心起来 然后呢就会觉得 哎呀好像太太不够爱主啊 有时候也比较邪气 也不够熟灵 当然了神很怜悯啊 自己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也就越来越看到太太爱主的心 有一次我们跟几个比较熟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 那时候我已经在牧养教会 有弟兄姐妹就跟我太太说笑了 她说阿金米常常要去参加学生团 去跟一般年轻人在一起 你不怕他出事吗 太太就笑着说 那是他跟神的事情 也不到我担心了 不过呢我就常常用一句经文为他祷告 求神保守他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 你知道我当时我也在那里 我听他太太的分享的时候 我对他真的受有其敬 我心中很感动 我也为我曾经这么至高至大 我以为自己比他灵命好 感觉好惭愧 我要感谢他 是因为他的祷告 所以神制服我保守我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在日常的夫妻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是否里面有这种的至高至大 以及我们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看不见我们配偶的好处 以及蒙蔽了眼睛 我们以为我们所看的都比我们的配偶要好 我们所做的都比我们的配偶要好 我们在这里面付出的都比我的配偶付出要多 这第一个方面 婚姻的第一个的危机是魔鬼的引诱 婚姻的第二个的危机是人的罪 我们看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夜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些果子来吃了 又给他丈夫 他丈夫也吃了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他讲到又给他丈夫 我们看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时候 他执意 执意受给在他旁边的丈夫 原来亚当一直站在那里的 原来谢娃不是自己一个人跟蛇对话的 亚当一直站在那里 他看着自己的太太跟神对话 他看着自己的太太被神引诱 他看着这个太太拿下这个果子 是神给命令亚当说不能够吃的 他看着太太吃掉 然后给他 他自己也吃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会发现 亚当他作为丈夫 他作为头 事实上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个也是为什么当神要去惩罚他们的时候 他也将亚当放在这一个的名单的里面 我们看见第二个的方面 这个你人见果子 很好吃 好做食物 然后好看 夜人的眼目 然后也好用 能使人有智慧 圣经在耶和耶稣二章十六节 那里讲到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幼体的群域 当然 这个就是好像你人看见这个食物好吃 眼目的群域 好像见到这个食物好看 然后呢 今生的骄傲 这个食物非常的好用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问题 这些的问题是神说不许悦的 神说那就是我们的罪 这个罪 我们可以从这个的女人 从泄外的身上 我们看见有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幼体的群域 这个不单单包括感光 或者性方面的欲望 其实包括所有 让我们离开神 破坏我们以神建立关系的欲望 或者一些不良的爱好 不过请大家不要误解 人的欲望本来是好的 可惜人滥用了欲望 就出现了问题 打个比方说 我们吃东西的欲望是好的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吃的欲望 那么怎么样 他就不愿意吃嘛 那就营养不足 甚至会饿死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是有那种厌 厌食症 是一个病态来的 就是因为没有了吃的欲望 所以正常吃的欲望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我们滥用了这个吃的欲望 暴饮暴食 那就有问题了 同样性也是如此 现在婚姻里面是正常的欲望的 正常的享受 神是让我们享受的 是在婚姻的里面 但是如果在婚姻的外面 那就是出轨了 有个做生意的接亭 在外人看来很幸福 有钱 有房 有车 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但是就是因为先生有婚外情 跟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一个小三 还生下了孩子 被太太告到法院生意没了 豪宅要拍卖 最终妻离子善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见的太多了 甚至有时候 如果我们追求个人的兴趣 我们太过分了 这个也会出现问题 我们上班很辛苦 回来 我就玩玩游戏嘛 我就看看手机嘛 哎呀 我们放松一些 都是应该的 哎呀老婆 你怎么连这个都管呢 有一个丈夫 她卸班回来吃完饭之后 她就出去外面做运动做两个小时 一个礼拜五天都是这样子 太太要上班 然后呢 还要做接务 照顾孩子 两个小孩子 焦头烂额 然后呢就跟他吵 但是这个太太 这个先生 那还有很有很有理由说 你看我做运动 我保养我的身体 我也是想很好的工作 然后呢 赚钱回来养家 但是太太说 你可不可以在街里面帮帮忙 你等孩子 可能他睡觉了 或者你们搞好了 你再去出去做运动也可以啊 或者你一个礼拜 你去你你你能不能够就是做三天呢 规定说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这些的欲望 我们太过分了 其实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当我们至高至大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是看见自己的好 而看不见别人的好 第二个方面就是眼目的情欲 当然我们我自己在就是幕会的时候 我就常常的跟很多的弟兄 都是一对一样子来跟进 我就发现在弟兄的身上 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的情况 就是看网上网上的这种事情 就是以前的那个时代里面啊 你要你要你要去看这些呢 或者你要去怎么样呢 可能你还要出去外面买 但现在好方便啊 你是不是一台电脑 一个iPad 怎么样的 反正你一上Google一些 然后呢就可以看得到 有时候他还会送 还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送上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弟兄有时候 我们不好好的在心里面 我们在在一些行为上面 我们控制自己 我们很容易就掉到这个网上的事情 的这个坑面 姐妹会不会有 姐妹有时候也会有 有时候可能姐妹会不会感觉 满贵的衣服 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有好几套 但是就是感觉还是差一套 还是差一套 所以呢就是买买买买买买买个不停 最终是希望能够自己更好看一点 不管多贵也要买回来 眼目的去 会不会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一些的显现呢 最后是一个今生的骄傲 夫妻本来是一个团队的 两夫妻神让我们两夫妻是一个团队 一起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 如果其中一个或者双方心中有骄傲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情况 我们就看对方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所以常常双方就会竞争比较 哎我赚的钱比你多 我为这个接近牺牲更多 我做的决定最好 我看事情最准确 我做事情最快 你看如果两夫妻这样子斗的话 夫妻关系怎么会好 我看到夫妻双方出现问题 很少的情况是一边倒 只有一方有问题 另外一方一点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极少极少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双方都有问题 不过一个幸福的婚姻是怎样 一个幸福跟一个不幸福的婚姻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幸福的婚姻 双方都看见了自己有问题 一个不幸福的婚姻 双方都看见了对方的问题 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所以最终不是果子的问题 最终那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 人的罪让我们的夫妻关系 越来越差 越来越坏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转换 让我们看婚姻的眼光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 有人说他是牧师的牧师 尤金皮特森 毕德森牧师 他写一本书 就叫《反铺归真》的牧养艺术 他在那里有一段的货 非常的有意思 我读给大家听 他说在我进入婚姻几年之后 我惊讶地发现 在我对自我意志 与上帝意志的体验当中 迄今为止 这仍然是最为集中和丰富的一段经历 当我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 我以为婚姻多半就是关于性关系 家庭生活 办理感情 生儿育女这些 但是让我很惊讶的是 事实上 我进入了一个灵性 是关于祷告 还有关于上帝的 一个的高级进修班 不断的有关于 一日的日常作业和阶段性测验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他这里特别提到 事实上婚姻是一个灵性的高级进修班 不断的有抑制的日常作业和阶段性的测验 是怎么样的 打个比方说 姐妹正在厨房里面忙得满头烟 丈夫卸班回来 就叫了一声 老婆我回家了 然后就丝丝然的就跑过去 打开电视躺在说法上面 有哉有哉 你知道吗 姐妹在那边满头烟 心里面气啊 恨不得就吼她过来 不过心里面想 哎呀吼她 那不是又好像早几天一样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但是心里面就不甘心 对不对 那怎么样 就拿着大力的就这样子切菜了 然后呢拿着餐锅就大力了 在那个炒炒炒炒锅了 那再没办法 心里面跟主说 主啊赦免她 因为她所做的 她不晓得 各位弟兄姐妹哥 这个就是关于抑制的日常作业 每天都在这里面发生的 配偶跟我们是最亲相处的时间最长 因此也产生最多的摩擦 而且最影响我们的心情 最能够让你痛苦的 就是身边的这个人 就是配偶 有一个教会领袖他这样子分享 他说教会里面的服饰 虽然不容易 多些时间多些爱心 总能够解决的 最难搞的 就是身边这一位 他要罢工他要发脾气 哎呀我就梅子了 搞不定那怎么办 我们只能够学习更多的爱心 更多的忍耐 更多的体谅 更多的我们带着眼泪 去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 然后一天又一天 神借着你的配偶 神借着你们夫妻之间 这种困难 这种的不容易 这种的痛苦 雕刻你 魔罩你 各位弟兄姐妹 你不甘心吗 你要学 你甘心 你就要学 就这样子 一日一日 我们的灵性 可以越来越脚踏实地的成长 如果我们跟别人说自己的灵性好 我们事实上是有王婆卖锅自卖自窝的血 但是解由 是你的配偶 当着别人的面说你的灵性好 哦 这个就很有分量了 各位弟兄姐妹们 所以各位 如果你已经结婚 我欢迎你进入了一个灵性的高级进修班 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态 你去处理夫妻关系 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态 去看你们夫妻之间的一些的不容易一些问题一些痛苦 甚至很多的眼泪的时候 你的角度不一样 你的心态会不一样 而且我相信 再过一段时间 你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像 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来想想 这一个灵性的高级进修班 有怎么样的一个课程呢 首先第一个的课程 我们来看 耶和神就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在21节 神竟然为自己对这么贝丽的夫妇制作皮衣 神要杀一只动物 然后用他的皮做成皮衣服给他们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的到 神对他们是何等的爱 其实不止这些 如果你在看前面 神在寻找亚当谢娃的时候 神是传知的神吗 对不对 他完全知道他们躲在哪里 他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但是他明明知道 他还明知不问 你在哪里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给亚当谢娃一个认罪回感的机会 所以各位第三者妹们 神多么的爱亚当谢娃 他也多么的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啊 所以当亚当看见自己身上的皮衣的时候 他就想起了神的爱 当他看见谢娃身上的皮衣的时候 师哥也提醒他 谢娃也是神所爱的 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不仅仅是我们蒙爱 我们的配偶也是蒙爱的 所以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常怀盼望 不管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 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 因为圣经里面也说 耶和一书四章十九节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爱 如果是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在接停日的时候 让这个接停日成为一个感恩日 春节也在一起 当你们吃晚饭的时候 当你们坐在一起一起吃饭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街里面有一个规计 我们街里面规计是 吃饭必须要坐在饭桌那里半个小时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现在特别 就都在疫情当中 虽然常常一起吃饭 但是可能小孩子 他们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不对 可能上网 可能他们要玩玩游戏 怎么样的 那他们吃了十分钟 就不见了 然后呢 你看就是我们弄得这么辛苦 然后那十分钟就搞定了 所以我都是有这样的规定 街里面要吃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就是什么 大家一起聊聊天 大家一起问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说说笑 所以呢你们可以 让街庭日成为一个感恩意 什么做呢 就传接一起 首先可能是先从妈妈开始 就是每个人轮流分享一件 感谢妈妈的货 感谢妈妈的事情 然后呢就感谢爸爸 然后就感谢每个孩子 如果你们一个孩子 就是一个两个孩子 两个这样子 就每个人都有其他人说 说一样事情来感谢他的 最后也可以我们一起的 每个人都分享一件 我们感谢神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在街里面 就会这样子去做 那你就发现 哎呀那个被肯定的人 哎呀真的好甜蜜 然后那肯定他的人呢 他也想起哎呀他真的好 他这样子来对待我 所以你看整个街庭的气氛 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隔一段时间你就做一次 通过这些分享 你还可以更深的了解你的配偶 你的孩子 他们所感恩的事情 你将来就要多做 打个比方说 如果太太很感谢丈夫 就是说哎呀早两天 你做了那一顿饭 哎呀真的煮的好好吃哦 那做丈夫的你要聪明哦 那怎么样 那以后就要多做饭嘛 因为这个就是太太很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更勤快的做饭 太太的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好 效应也会越来越多哦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 啊我们 家老大今年16岁啊 长得比我还高 我们今天有一次分享 你知道老大最感激妈妈的是什么 他煮好吃的饭菜送他上学 所以你知道吗 他最喜欢父母做的什么 就是服侍他嘛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让他感受到被爱的 那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做 啊现在不是上网课嘛 我就常常久不久的 就当下水果过去给他吃 啊也要给下小点给他吃 然后拿杯水给他 哇他很感激哦 啊那我们平时 呃就要他帮忙洗碗嘛 然后呢谢谢了出去缠血嘛 啊他都很乐意做 睡觉之前呢 他有时候还跑到我们的房间 然后呢坐在我们的床上 跟我们聊一会儿才去睡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让节平日成为一个感恩人 每个人都心存感恩 能够来感谢别人在自己身上 所做的这一些的恩典 我们第二个的方面 得圣的秘诀第二方面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原来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他在这里讲到 我特别就是用这个解释了 后裔是一个代名词 而他呢是用单数 然后呢我们在 揭拉太书3章16节的时候 我们就更清楚了 这个他究竟是谁 所应许的 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 忠子孙只是许多人 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 只是一个人就是基督 在揭拉太书的3章16节里面 他就讲到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勇于去面对 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仅是 定在十字架上面死了 三天以后他要复活了 以复活的大能 战胜了魔鬼 战胜了罪的权势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勇于面对我们人生当中 生命当中的黑暗 生命当中的罪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必能够战胜魔鬼 撒旦还有罪的权势 问题是 你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 你敢于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恶吗 让我们勇于在神面前来用 来认罪悔改 我们承认 我们自己就是夫妻关系问题的根源 他代表着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他代表着 我从一个无助的人的角度 向主耶稣基督伸出双手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帮助 我们承认 是我自己这样好好的婚姻搞的一团糟 我们祈求主啊 你介入我的生命 你介入了我的婚姻 我愿意听从你的话 你知道魔鬼撒旦 他最害怕的就是 神的孩子们在神面前 认罪悔改 因为当我们认罪悔改 就代表着 我们不再怀疑神的祸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就代表着 我们不再怀疑神对我们的爱 认罪悔改 代表着 我们不再自高自大 但是认罪悔改 绝对需要勇气 各位弟兄姐姐 但是当你认罪悔改 但是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 一定带来无比的祝福 你愿意吗 回到刚才的那一队的 孙教士夫妇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完 他们回到北美以后 拆会就送他们到我们机构 所举办的恩爱夫妇 正好那一次 是邱婷太博士在带领议会 在议会当中 圣灵大大的来感动他们夫妇 让他们看见自己内心的丑陋 生命当中的罪 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爱主 但是里面有这么多的骄傲 里面有这么多的自我忠心 以及他们完全看不见对方的好处 这个时候他们两夫妻受圣灵感动 他们就跪下来 向对方跪下来 他们当时带领议会的这些带领夫妇 都在他们身边都跪了下来 他们两夫妻一边哭 一边向对方来认错 然后呢也向神来认罪 最后他们两夫妻抱头大哭 两个人之间那种的拦阻 那种领兵兵的墙倒台 神借着这样的认罪悔感 医治他们内心的伤痕 牧师愿意靠着神的恩典 摇述师母对他的伤害 师母也愿意靠着神的恩典 摇述不思对他的伤害 他们认罪悔改 他们重新开始 他们也要重新开始 建立他们夫妻的关系 过了一段时间 才会见到他们夫妻关系 真的有巨大的改变 而且是扎扎实实的改变 于是再次愿意拆派他们回去 那个他们曾经失败过的国家 继续地去传扬福音 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脑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今天的婚姻光景如何 你跟神的关系如何 让我们学习自己对的夫妇 让我们祈求神更新我们的心印 让我们的婚姻才能够有转机 这样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得胜而是得胜有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在我祷告之前 我盼望给弟兄姐妹们 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你亲自的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 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 真的放下感动 我要鼓励你 你位置你在婚姻当中 为着你在人际关系的里面 所犯的一切罪 向耶稣基督来认罪回开 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 你已经拆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节上面了 主啊你的大爱 我们怎么样都回报不了 主啊但愿我们都奉向我们的生命 让你来使用 主啊刚才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的认罪悔改 你已经垂停 就求你赦免的恩典在每个人的身上 因为你说过 你是信实的 你是公义的 我们悦怨自己的罪 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一切的不义 耶稣就有保险 就必然会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啊就求你来 让社税的平安来掌管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 也求你来来祝福我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 我们不断的成长 在婚姻的里面我们不断的得胜 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每一位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扶你 扶你是套家 我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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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所藏 我是我的肯求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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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是好家 我是你的路 我不所造我 是我的恳求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是我能想你 我心意 我心意 Zither Harp 在耶稣里我衷心祝福你 愿主平安与你都在 愿主放下你自来不离开 主的安眠你试试想吧 迎着耶稣我慢慢的答复 罪的赦免喜乐满足 你当跟前方的不要惧怕 依靠出旧的帮助 愿主荣光光照报复 你处你路都必忘复 愿主生灵扶持坚固 保守离心一生忘复 愿主荣光光照报复 你处你路都必忘复 愿主生灵扶持坚固 保守离心一生忘复 在耶稣里我衷心祝福你 愿主平安与你同在 愿主放下你自来不离开 愿主天天必须失事相伴 迎着耶稣我慢慢的答复 罪的赦免喜乐满足 愿主加和 sticky安与你当 mint 百姓尚铢不禺 叫你路都必忘复 愿主荣光光照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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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义睦 поговор 愿主生地扶持坚固 保守离心一生忘复 愿主荣光光照报复 远处荣卦 王朝霸污 地处地固 都必满腹 远处山林 富士坚固 保证离心 一生满腹 远地满腹 一生都满腹 远处荣卦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远处加上忧虑 新年第十章 第二十二节 祝大家身体健康 福杯满意 新年快乐 祝赐平安 喜乐常在 车要蒙风 新年快乐 今晚来 弟兄姊妹们 新年快乐 首先 弟兄姊妹在农烈新年期间 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和家人 和家欢乐 福杯满意 在新的一年当中 愿我们多有神的看顾和保护 下面是教会的四项报告 我们一路既往的欢迎 所有的弟兄姊妹和家人 或者是邀请朋友 我们一起来参加 主热早晨的网络直播 我们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安排 也可以来参加直播以前的聊天室 我们可以在主里面 互相的认识和交流和沟通 然后每个礼拜三的晚上七点半 我们有祷告会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 这个疫情期间 把我们每一个人 或者是我们家庭 我们周围所知到的人 各样的需要 一一地带到天父上帝面前来祷告 奉献 我们也是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 按自己合一的方式来奉献 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 假如说我们想要向特定的一个目标 或者目的来奉献 比如说想要向猜传基金 做的特别的奉献的话 我们也请以e-transfer 或者是支票奉献的方式 因为假如说我们以PayPal奉献的话 它这能就是传播奉献进入长废 就是general fund 我们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 另外从3月到5月份开始 我们也有春季的成人主日学 这次春季的课程 我们有福音班 初心再培 初心成长价值观 就业重来是讲逆挽和先知 就业的书卷是讲创世纪 新业书卷是讲孤灵多后述 也求神帮助我们老师多有个好的预备 也愿弟兄姊妹都预备我们的心 都来准时来参加 另外我们在这个2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我们有联合的成人主日学 是欧英域牧师来给我们来讲解 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 另外2020年的奉献授据呢 上个礼拜天在教会的网站上都已经可以来下载 具体的下载的程序和说明 请大家到教会的网站上来参加 另外就是今年2021年的第一次线上的会友大会呢 我们也是在2月28号下午2点半开始 是采用罗姆的方式 弟兄姊妹呢在今天的下午呢 应该都能够收到电邮 假如说我们没有收到电邮的话 也可以来参考这个有一个链接 具体的链接 大家也可以来参考咨序单 其他的假如说需要我们需要帮助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呢 具体的大家就可以来到网络上咨序单上面来参考 麦希征牧师网上的最次礼拜 我们敬爱的麦牧师 在2021年1月26号呢 在香港安息祖怀 麦牧师呢 曾经也是在我们迈进了 担任了多年的义务的顾问 所以呢 那我们也一起来追思 来一起来怀念麦牧师 具体的时间是2月20了 礼拜六的下午1点钟 具体的如何来上网来参加追思礼拜 请大家参考 陈北华记的网站上有具体的信息 他的网站就是www.rhccc.ca 好下面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 来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这道永远 阿们 阿们 王军耶长主义 同心照备 父子生命 让我们一起同心领受神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保守 参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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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